这两天关于日本河飞水的新闻相信很多人都看到了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非常震惊 大家觉得这简直是个天方夜谭般的故事 一国政府像日本这样难道会如此的不负责吗 是的就有这么不负责的政府 日本政府目前已经通过了决议 在未来真的有可能把目前一百多万吨储存的河飞水 统统排到大海中去 日本政府说他们也很可怜 十年之前的311大地震导致福岛核电站的泄漏 泄漏之后日本政府每天要用大量的海水来进行冷却 这些海水进入到核电站之后自然携带了大量的辐射源 于是为了防止辐射的展开 日本政府在福岛周边修建了大量的大型储水罐 这一储就是十年 到目前为止 储水罐中已经存储了上百万吨的带有辐射源的核废水 日本政府说他们实在是存储不了了 这些罐快满了 而且未来还会有大量的废水产生 因此怎么办 他们只能退了求其次把这些核废水排到大海中去了 全球大海可是连成一体的呀 虽然说地球上的海洋资源非常丰富 我们也清楚啊 大海有着自净的功能 但是大海再大也架不住你这个核废水 每天都大量的产出啊 很多人最近也非常热心的画出了这个海洋分布图 告诉大家多长时间之后啊 这个核废水将到达什么地方 多长时间之后啊 哪片海域将会被污染 要我说 这纯粹是在做无用功 全球海洋是一体的呀 你管它洋流怎么分布的 今天到不了 明天也会到 明天到不了 后天也会到 只要日本政府敢把这个核废水排入大海之中 那么假以时日 不出几年 全球海洋都会被污染啊 对于每个国家来讲 无非是或早或晚的问题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开始担心了 未来这个海洋食品 海鲜 我们还能够吃吗 日本政府到底为什么 要把这么大量的核废水排到大海中去 说穿了 这就是个经济问题 不把核废水排到大海中去 有没有方案 有方案 日本土地虽然狭小 但是不至于连大型出水罐建造的地方都没有 现在的出水罐已经用了十年了 根据资料显示 还能再装个一两年水 那大不了再多建一些出水罐嘛 再多花一些钱嘛 有相关专家就说啊 目前这些核废水 如果存储时间能超过一百年的话 那么那个时候再排到大海中去 他所携带的辐射源就非常非常少了 对人对海洋生物的损害将大大降低 也就是说 日本政府只要敢于投钱 再多建一些储水罐 存它个上百年 对于全球海洋来讲就没有那么大的威胁了 可是这得花钱呀 日本政府不愿意 也有专家指出啊 其实早在前两年 日本政府就开始研究这个核废水的处理问题了 他们曾经拿出过2000吨核废水来进行净化 净化之后达到了相关机构的要求 辐射量非常非常巧 是可以排放到大海中去的 但是日本政府一算账啊 按照这2000吨核废水的净化标准 如果把这上百万吨的核废水都净化之后 再排到大海中去 日本政府要花上万亿日元 人家不愿意花这个钱 要说这两年来 日本确实也是流年不利啊 去年2020年 日本本来要举行这个东京奥运会 为什么要举办东京奥运会 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就说了 2011年的311大地震 让日本经济受到了重创 国家形象也出了问题 所以啊 日本政府急于通过一场奥运会 向世界展现自己啊 告诉全世界虽然经历了这么惨重的大地震 但是日本站起来了 日本经济站起来了 而且办奥运会不一定赔钱呀 日本政府规划旅游立国 旅游产业将成为日本经济的蜘蛛产业之一 所以日本政府本来规划 借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东风 一年时间就要吸引超过4000万的海外游客 其中一半的人要来自大中华地区 这么多的游客到日本来消费 给日本经济做贡献 这对于这些年来捉襟见肘的日本经济来讲 肯定是一个强刺激呀 然而没想到 人算不如天算 一场新冠疫情 把整个奥运会挪到了2021年 说实话 今年能不能顺利举办还不一定呢 即便举办 那个笑话也是大打折扣啊 因为日本政府说了 由于疫情的原因不再接纳外国游客到日本来参观 也就是说这届奥运会甭管办还是不办 赔钱是肯定的了 这个海外游客都没有了 既无门票收入也无旅游收入啊 本来想通过办一场奥运会来弥补十年前大地震的亏空 结果没想到这场奥运造成的亏空恐怕比大地震还要大 所以即便是世界经济第三强的日本政府现在也是囊中羞涩呀 然而即便没钱 你也要考虑个轻重缓急吧 你也要考虑子孙后世吧 不能因为财政上的一时捉襟见肘 没有足够的钱修水罐 做核废水的进化 就把这个核废水一排了之吧 实际上相似的事 日本政府不是经常做吗 比如说这两年我们一直念叨的 日本核灾食品 311大地震之后 核电站的泄漏造成福岛的农田福岛周边海域被核物质所污染 所以实际上那个地方出产的农产品 那个地方捕捞的海产品 它是有危险的 人吃了之后 到底对人体有多大的伤害作用 我们一时是说不清楚的 所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你不要种嘛 你不要捕捞嘛 我们不要吃嘛 日本的经济还是很强大的 你完全可以调整当地的产业政策嘛 没有必要为了那一点点可原的农产品和海产品 疑惑子孙万事啊 然而过去几年 日本政府一直在不遗余力的干什么 推销它的核灾食品 人家说了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早就没有核污染了 我们福岛农田上生产的大米也好 水果也好 完全没问题 福岛周边海域捕捞的海产品也是非常安全的 所以日本政府甚至把核灾食品作为一个外交筹码 你这个国家要跟我发展经济 你那个国家要给我维持良好关系 那太好了 你来买我的核灾食品吧 你买了我的核灾食品 才证明你是我的好朋友 我们才能发展 你不买我的核灾食品 对不起 我可能在经济方面也要对你有些相应的制裁动作 说实话 整个福岛地区的农产品也好 海产品也好 它的产值一共才有多大呀 为什么不能壮士断腕停产个几年 真正安全了在生产呢 咱都甭说别的国家 今天日本人在超市去买这些核灾食品的时候 心里都要打鼓啊 你这个核灾食品价格比别的同类产品低一半 人家都未必敢买呀 甚至为了推销它的核灾食品 前年日本政府不就放出话来吗 所有来到日本参赛的外国健儿体育官员 甚至游客 日本政府要给他们提供核灾食品 人家说了 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广告机会 你看看奥运健儿 人家都敢吃核灾食品 说明我们这个食品是安全的呀 说实话 得亏2020年这个东京奥运会延期了 要不然真不知道这个核灾食品 将给各国体育健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啊 因为就在前不久 福岛相关海域捕捞出来的一条石斑鱼 它体内的核辐射物质 就严重超标 谁说核灾食品没问题 当然有问题啊 即便你偶尔捡出的一两条鱼 一两袋大米 这个核辐射不超标 可是你敢保证所有产品都不超标吗 甚至你敢保证 这微量的残存不会对人体造成后续的损害吗 然而就是为了这么一点点可怜的钱 日本政府宁愿向全球推销它这个核灾食品 而根本不管后果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日本这次感冒天下之大不会 要把核废水排到大海中去了 说实话 把核废水排到大海中去 对于日本一国来讲 那确实是省钱的 日本现在财政真的是很吃紧 在全球范围来看 日本政府举债是最多的 我们以前经常讲 美国一年GDP20万美元左右 在特朗普当总统之前 美国的国债刚刚达到20万亿美元 也就是说 美国举债是一年的GDP 到今天 美国国债快30万亿美元了 美国国债的总数接近GDP的1.5倍了 可是我们去看看日本 日本举债的数字早就超过GDP的两倍以上了 而且维持多年了 这逼得日本政府啊 借债都不敢借债了 只能加税了 去过日本旅游的朋友们都清楚啊 日本有一个消费税的存在 你不管在超市购物 饭店吃饭 甚至买车买房这种大件 你都要在标价之外啊额外交一个消费税 倒退二十几年 日本消费税刚刚推出来的时候啊 税率才3%呢 你买100块钱的东西额外交个3块钱 103就行了 现在日本消费税已经达到10%了 逃110才能买个100的东西 而日本政府规划啊 未来几年因为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下跌 他们很有可能把消费税调涨到15% 是的 别看日本经济是世界第三强 但是经过30年的失落 日本经济真是不太好 所以为了省钱 宁愿把这个合费水派到大海中去 可反过来我们想想 日本你这个钱是省下来了 全世界都得跟着你赔钱呀 咱们不说别的产业 就说这个补牢业 就因为你日本以后有可能把合费水排到大海中去 有多少人会选择呀 我不再敢吃海洋中的食物 管它是鱼还是贝壳动物 管它是在远洋深处还是在岸边近海 即便你这个排放还没有对海洋生物造成根本性的影响 已经让很多人不敢再消费海洋食品了 这对于几乎所有的临海国家那都是一个打击呀 而且你敢保证你这个合费水排出来 它真的没有影响吗 一旦未来有更大的影响怎么办 很多人其实挺疑惑的 排合费水这个明摆着损人己的行为 日本政府怎么敢干呢 难道就为了省着一点钱吗 是的 熟悉日本的朋友们都清楚 日本人有一种这个主小律望大义的特质 日本人有一种啊 目光短浅的特点 而对于整个日本这个国家来讲啊 它有一种在战术上特别细致 但是严重缺乏战略眼光的特点 我们以前经常提这个日本经济啊 匠人精神啊 任何一个小物件 比如说电饭锅呀 马桶盖啊 能给你研究的特别明白 尤其是你到这个日本餐馆吃饭 那么多种鱼啊 大到几百公斤的金枪鱼 小到那么一二两的猪甲鱼 人家日本那个寿司师傅都能给你处理的非常细致 把这个头啊尾啊刺啊鳞啊 全都给你摘掉 然后切成薄薄的一片 当做寿司或者刺身来给你享用 在细节上 日本处理的真是非常棒的 但是咱们也不清楚啊 是不是因为太着重于细节微操了 以至于整个日本民族都是缺乏战略眼光的 恐怕也正是这个原因 在二次大战中 日本才犯下了几个滔天错误 最终彻底战败 而今天排合飞水这个事又何尝不是这样 对于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感的政府来讲 绝对提不出啊 把合飞水排到大海中这样浑蛋的政策 哪怕吃点苦 哪怕花点钱 哪怕这一代人多忍耐一点 我们也得多拿出点钱来 多修造出水罐把这个合飞水存起来呀 要么经过上百年让它自行消化 要么出巨款给它彻底净化 总之肯定干不出把合飞水排到大海中 一排了之这种祸以子孙的事来呀 所以我们真是想劝劝日本政府 排飞水这个事得三思啊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